本轮KPL休赛期跟以往大不一样 要运国家队集训的缘故 大部分队伍想保留主力 征战下击赛 而AG那是相当劲爆 除以诺长生参与下运集训 其余所有人挂牌 直接宣告队伍重建 除了海涅 全部挂牌 一安小淮小春 为央云里九层下足星光 全部挂牌 不知是队员待得不爽 还是俱乐部 觉得这帮人没希望 接下来就看AG广领层 能从挂牌市场挑到什么大鱼了 给兄弟们一手消息 他吃的东西 再加上他有点重量级 加勒们 重量级 其实加勒们 有人已经说对了 有人已经说对了 但是你们只是不确定的是吧 我知道加勒们不确定 但是基本 我已经看到有人说对了 确实就是那个兄弟 过来视讯 既然兄弟们懂 就不用我多说了好吧 没有错 就是两个字的 这次正式入选 亚运国家队的选手 届时将无法参与下级赛 这枚金牌 那是要势在必得 这次韩州亚运会的电竞比赛 成为了正式比赛项目 而上一次雅加达亚运会 只是表演性质 没有算正式的金牌 因此 这一次如果拿下金牌 将开创国家体育电竞项目的历史 那一刻 他们的队伏 不再是A级红 亦或是一新兰 而是那一抹最耀眼的中国红 没想到有朝一日 玩者也肩负起了为国出征的神圣使命 上一次雅加达亚运会代表国家队出征的选手 实际上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因为那时候比赛服用的传说对决AOV 虽然很多英雄技能跟玩者很像 但地图和buff机制区别很大 除了红蓝buff 还有黄buff 因此 参加那次亚运会之后的选手 实际是跟K票拖劫了 很难在K票获得机会 唯独老帅恰逢AG回归重建 有了一个首发中当的位置 在2019年夺冠后 关荣退役 除了黄天龙 偶尔出现在解说席 其他人基本上是销声匿迹了 而这一次韩州亚运会 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比赛采用玩者国际服 跟国服区别并不大 只是英雄数量的问题 因此比赛完再归队参加K票 问题不大 再加上又是家门口参赛 加油助威的都是东道主自己人 幻想颁奖的那一刻 什么战歌都弱包了 咱想起的是 义勇军进行局 这种感觉简直不要太美妙 好 好 好 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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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现在的时候 也找到很多逆风的局 我们还算比较有经验 然后 对手也 其实给了我们一些机会 然后导致我们在很厉害的情况下 所以找到机会就发了难 我们也不是心里 特别有几 但是大家都没有反应 然后就觉得自己也要反应一下 就对我们刚事的时候 你若是孤儿的话 你要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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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个指导来吧 那种龙都不算强 因为他们根本砍不了我们位置 大家八个人都在龙边 参加个指导来 好 好 第一次 Azian Games E Sportsman's Racing Event Arena Battle for Mellon People's Repulsion of China 我不太太太 樂隊的那股 快樂到無论 在饭场的时候 我已经闯死了 人家很累 我已经浪漫 你这个名字想彻了亚语